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一半对决 今天我邀请的还是一哥,阿姆斯特朗 好,开始了,对手的情况一个15万,一个16万 那个16万将近17万,我方的战力是 我是6万多,这个一哥是13万 对方呢,这个有着这个明显的优势 我为什么没有退呢,第一是相信一哥的超强悍的战斗能力 而且我观察到对方只有一个一号位,就是龙妈 他的另外一个一号位是福田,所以这个我有忽略不计啊 当然他可以在第一回合对我造成很高的伤害 我为什么首先就把这个姐姐开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能量送给队友呢 因为这个是可能是我对这个战局唯一的重点 如果我晚一点的话,就可能被上面那个秒掉 或者被底下这只明显秒掉 所以我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这样的话 其实我是想给他这个能量是想,如果想一个对方明显秒奥利的话 帮我打断一下 反正对方没有二号位,我们的二号位比较快 我是这个一哥,这个一哥没有完全的敏位,也无所谓 不可能太和他这样,因为我也没有打字说明来不及了 其实我是给他将同样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龙妈你知道他奥利之前是有潜众的 所以如果他奥利的话,让他不再奥利来一下 然后第二回合二号位也是我们的优先 也是可以起手的 我是这个意思 没有关系的 我就完全成为观察者 这个完全成为观察者 也是 我就是相信 只要一哥只要打明显 应该就问题不大 因为上边的那个攻击里科也忽略不计了 我想想他打我的时候,我只是一个6万多 他16万 16万打一个6万,都打了这么半天打不成 那我就不讲给他哥 当然他没buff 就算你没buff也是有点 你看 这个打四代简直是不吊诀一样 都看不见 我说眼神差 那个飞胖,他怎么着 这天恰好有天留言 我说胖哥一个就够了 确实 当然他好像说的不是 是说的这场局在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撤退的按钮 我是随时准备撤退的 因为感觉对方不应该见不错 就是看是不是能一直控制住对方的行吗 如果一直能不知道对方的行吗的话 就肯定了 因为其他人的那些那些点攻击力 对方的行为 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就魔兽动画 不夸 不是那个 不是魔兽世界 就是不夸 那个里面有个兽 兽 就是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英雄跟剑圣 对方 对方所有的单位都是被剑圣砍死的 其他的那个兵完全没有攻击的 就跟现在这个一样 对方只有萌妈可以打人 你看这个这个名人奥义真的 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这个四代 哇 这也叫公秘密哦 真的 我 我 真的 我原来的那个 当然比他占比高啊 原来台服玩这个 也是玩四代 我特别喜欢金属 就是上人水门 那 打同战的时候都是两千起跳的那个奥义 都是直接秒 他这个完全不够看 打不动啊 而且他打的是一个战力比他低了三万 都打不动 对他们的攻击能力表现的遗憾 我怕 一多打错 因为 打熟田可以连续奥义 和 可以 提提 这个对方的名妈一趴就对方就 其实对方是可以退了 你看我这边有 就是 那个 撤退的时候 对方也是 也是有 他不退 表示很遗憾 你没看到你打 打对方的那个伤害啊 你完全打不动对方啊 这是要 好 谢谢你终于看清醒了 我们再看一场 这一场对方一个21万 一个11万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退 因为在一瞬间我发现了那个21万的一号位是这个飞断 这样我就不能退啊 但是我怕我的人被秒 所以我是先也是一样开解解速能量 这个是常规操作 因为毕竟对手太强了 但是当我这个带人打出第一下的时候 我发觉我错了 这个11万的那个真的是不知道他的装备是两条的 他应该比我小强中要弱个多 也就是说如果刚才我套盾的话套在我初代就是 套在后排的话 有可能我是不会死的 有可能出来是不会倒的 所以就会 就会全员进入到第二个我 就简单说 他并不是很强啊 这个也是怪我 这是我高估计的对手 因为我战力只有6万多吗 对方11万 你就是把他的攻击力想象的太强了 哎 对不对 这个怪我 这是我高估计的对手 就能解决了 这个 这个 他虽然这个飞段的这个奥翼啊 他是免打断的 但是你如果有控制的话 是可以打断的 啊 为什么我没打断到他 是因为我控制失败 在这方面上可能是 战力差距造成的 所以只能让他砍了 不知道他砍的是什么 如果他砍的是1号位的话 应该还扛得住 啊 砍是蝴蝶 不是蝴蝶 砍是井也就不行了 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还是一样 对方唯一有攻击能力的 是对方的鸣妈 但是好像也没太大关系 因为他的这个鸣妈好像是防御了已经 他我看他刚才打他的时候闪的是 是防抗吧 是 啊 再看一次 好像是 是这么做 啊 现在看清了 现在看清了 是防抗了 但是也把他打完 因为他给你上 一刀就把我的足足给卡 我的足足是8000防8000抗 对于一个 你看我还能打死嘴方人 真厉害 8000防8000抗 也是够可以吧 6万多战利而已啊 相当硬 大家看 这个等下 我等他普攻之后再 把擅长那奥一 要我可以把这个 棉组的效果带到下我 对方的这个 飞盾没有奥一 好像就死了 但他们都打不到我 上一场我是完全的躺在地上 这回还有一个打的 还不想走 让我参与参与 还行吧 毕竟对方是21万 我随便跳几百 我就觉得挺功能的 看这个四代打能打多少钱 打这个鸣霸也打不动 每次都打到他 然后他都养这个防抗 真的是太硬 他这个阵容的主要特点 就是用鸣霸扛 然后再几个死丢 回来的跟几号 但好像我们是他的克星一样 哇 看到没有这个伤害 这个 这只是6万打 21万打 可得是 这个鸣霸就一思绪 但是就是打不合 你看 你看我能打怎么 哇 只是跳74的灰子 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 就是我的 他的防抗远远高于我的 这个攻击能力 好 陌生 就给大家两场 羁绊娱乐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 支持与收看 我是惊妞 再见